两条都是败十九方 一个是五十三万 一个是六十万 单价值起身是五千九和六千七左右 我们再额外的给大家送一部高尔夫车 这么好啊? 对啊 哇 开门见山 遇水为垂 你看啊 这么厉害 风水很好啊 你看 那个山有绵绵不绝感 绵绵不绝是吗 对啊 挺漂亮 而且它是要比一山高 是吧 是寓意的步步高升 没错 所以这个风水也很好 对啊 也是 是 也不得了 对啊 就这有爆了 就这有爆炸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来行嘛 出来走是不是 出来行公屋 那么可能很多观众的话已经看得出来了 我们现在在哪里呢 没错 就是在维港湾了 没错 再熟悉不过了 毕竟石里银滩维港湾这一带是我们的地盘嘛 对不对 对啊 自己公司都在这里 扎根在这里 但是的话呢 回忆起来好像 我们维港湾的片呢 就是比较少一点了 像我们团队的话 Andy哥啊 包括B里哥的话呢 他们可能就是拍维港湾会多一点 对吧 那么 大家的话呢 就是维港湾的片呢 也都看了很多了 嗯 那么今天为什么来拍这里呢 就是说 有一点新的东西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不对 然后人头绳捆 对啊 有一些好的东西 那我们来做一个补充 对不对 嗯 因为的话呢 前段时间的话呢 像27栋28栋 对吧 我们这些卖的比较多 那么近期的话呢 也是32栋的话呢 也是开始拿出来卖了 因为 对 在去年的话呢 是放了一点点的货量出来 买不多 但现在的话呢 就是全面拿出来卖了 那么今天的话呢 就是给大家分享两套 就是89平的这样一个户型 还买运房啊 对啊 现房啊 现在已经是 对 那我们的话呢 就看一套低楼层的 看一个八楼的 好 再看一个高一点的楼层 好不好 都是都南朝向 好 那么温街跟大家说一下 这两套房的话 分别是多少钱 好吧 然后呢 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 优惠政策 给到各位观众朋友们 给到各位粉丝吗 好不好 它现在的话就有两套的 一套呢 八楼的那个 都是八十九方的 两套 一个就五十三万 一个就六十万 它单价值起身呢 就五千九和六千七左右 但是呢 我们现在就 有送全屋家私家电那些 带装修 是啊 带装修 全屋的家私家电 嗯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维港湾的话呢 就是我们从营销中心上来的话呢 大家众所周知了 就是我们又是一直上山嘛 往山上走的嘛 嗯 那么现在三十二栋这边的话呢 也是快接近山顶的位置了 是 那么为了方便各位朋友 如果在这里置业能够出行方便的话呢 我们再额外的给大家送一部高尔夫车 好吧 啊 那么好啊 对啊 那么既然在这里置业的话呢 那一定要保证这个出行 对吧 那其实呢 就是我们海景的单位那么多 嗯 像双岳湾啊 对吧 小晋湾啊 石林滩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香港人呢 我们的港人朋友会选择维港湾这个社区呢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景观 第二个它的配套 还有一点呢 特别重要的就是它的交通 对不对 因为毕竟小区门口就直接有金桥巴士 就可以直接60到70分钟就可以直接去到连堂口岸啊 去到这个罗湖口岸 对不对 还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双岳湾那边的海景 嗯 承认它确实是很厉害 但是呢 很方便交通方面就没那么方便 对啊 那么我们不管是投资置业也好啊 嗯 这个交通啊 配套啊 那肯定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嘛 对不对 那不可能在住在一个地方 吃饭也不方便 出行也不方便 那即使你这个环境再好 海景再漂亮 嗯 可能有时候也会 有一点居住 会影响居住的体验嘛 对不对 OK 那说了那么多的话呢 那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一起带各位朋友 一起去看一下今天这两套房好不好 好 来跟随我们镜头 来一起去看一下 OK 各位朋友 那么现在呢 跟文杰的话呢 就来到了801的这个门口啊 大家可以看到01和02的户型的话呢 它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这套房子的话呢 文杰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我们这套房子卖多少钱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兴趣 我们再看一下房子好不好 好 这一套呢 它就面积是89方的 三房 三房 59 53万 出头多一点点 嗯 摘起身呢 是5900多一方 嗯 那这个单价是很有益的 是吗 很便宜的 因为之前的价钱呢 都会比较贵一些 现在便宜了很多 嗯 对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啦 这个价钱我也有益 对对对 对对 单价不到6000 是 精装修三房 并且的话呢 赠送全屋的加私家电 嗯 额外再送一台高尔夫车 走 一起看一下这样的房子怎么样 是 那我们进来的话呢 这边啊 就是一个厨房 厨房 对 厨房有个窗 因为这个灯呢 它还没入电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只是可以这样看一下先 不过它光线 这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对 光线这些是很好的 因为现在的话 也是接近下午五点钟了 冬天的下午五点的话呢 可能再过个半个小时天 就要开始黑了 嗯 但是没有关系 现在的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时间 这个大家可以直接看得到这个光线 是怎么样子的 这里就是属于一个东南朝向 对 就不会西斜咯 对 就可以看个山景 左边看山景 中间可以看小小的海景 对 它是它是有遮挡的 这个 是有些遮挡咯 因为它这里是最后面一旗 对 嗯 那这里就是一个阳台的景观 我们看一下房间咯 还有一个厅 这个厅它亲一看 你看多阔 这个面积有三米六最小 对对对 三米六的一个开间 坐在这里看电视 看电视多舒服 够阔 然后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做一个餐厅了 对啊 餐厅 这个位置 这个也够阔了 这个位置 你还可以做一个鞋柜啊 嗯 鞋柜做这个 这个有没有花园就阔了很多 对对 那我们看一下房间咯 看一下房间 对 一个是有三间房的 对对 右手边这里呢 就是一个主人房 对 主人房这里 文杰喜欢先从到底看起 对 主人房阔一点咯 主人房这里放麦八 差不多 一米八的床 然后这里 做个衣柜 对对对 有没有间可以 对 它这个景观的话 就是跟阳台这里的景观是一样的 嗯 对 陆台有没有出去的景点 好 好 给一个旋转镜头 看一下这个房间的这个宽固 对 对 OK啊 这主人房的话 就是这样子 来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这个房间 嗯 两个客房 对 对 这旁边的话呢 这个房间的话呢 可以做一个次卧 其实做儿童房也可以 这个房间的话呢 就是有一个L型的这样一个窗台 对 就是这个飘窗 它看的是后面的山景 嗯 那么其实这个房间的话呢 就是其实做一个小孩的儿童房 放一张桌在上面可以啊 对 或者是做书桌也可以 因为如果说你家里有小孩的话 那平时要做作业啊 就对了这里 而且的话呢 现在的小孩子的话呢 如果说他会接受一些电子产品啊 可能近视的这个风险也比较大 就是说他可以常常在这里 可以多看到一些绿植的话 绿色 对 其实对视力的话呢 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房间呢 其实是可以这样子安排 如果家里有人多的话呢 可以放个小床 或者是上下床 对对对 哦 那这里就送了一半面积了 对啊 送了一半面积的话 这个就比你安心的儿童房会大一点 对对对 这里做客户可以 对 放一个1米5的房 对 对 在这里 比那边幅 对 是的 但是这个房的话呢 它就是做成 它这样墨地窗的话 它的采光各方面比较好 那么可能呢 就是也有一点点 就是跟对面的这一户的话呢 它的阳态是有没有 但是呢 对 06 旁边06户型的话呢 这里有对 但是呢 如果说你想要这个私密性的话 装一个窗帘就可以了 是啊 可以啊 因为你都有太阳晒进来 都是要放窗帘 白天的话其实就是可以拉开 睡觉或者是什么的 做一些私密的事情 窗帘拉上就可以了 哦 这里就夹了一个厕所的 对 厕所 还有一个官室分离啊 对对对 这里就不是暗支了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窗在 空间都不会小 一出来 这里还有一个洗手盆 这个洗手间的话呢 就是说你白天的话呢 因为它对面那里的话呢 也是墙 虽然它有窗户 但是呢可能光线就稍微暗一点 但是呢 我们又不是长期每天一直待在洗手间 这洗手间随手开个灯哦 因为今天有一个灯 它现在电未到 所以开了灯 OK 总体的彩光都不错 OK 那么八楼的话呢 这一套看完了 接着的话呢我们去看一个高楼层的 好吧 好走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哈喽各位观众 那么现在我跟文杰的话呢 是来到了二十九楼 你看我们一出电梯 你看一下 对面这个景观 那在我们前方那里的话呢 这一边的话呢就是碧桂园二期的山林海 那么山林海旁边这里的话呢 就是一个国际幼儿园 然后呢还有广汇高速这个亚婆角出口 就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交通也是比较方便 那么其实我们在二十九楼的话呢 那么我们每一次一回家来一出电梯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景观这个山景 好享受 对不对 是不是非常的舒服 是的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我们那套房子 这一套高楼层的 对 02户型 29楼这里 刚刚我们看的是01嘛 嗯 那先是01 不过是低楼层 现在是02 02就是两个屋形都是一样 都是89方 不过因为它这里是景观本来的嘛 对 这里楼层高一点 所以它的价钱呢 就会高一点 就会比较少了 其实一左一右 两个feel也不一样 是有点不同 不过它这里总价呢 就差几万元而已嘛 折起身的话 就单价都是多几百而已 是啊 那是多少我们可以跟观众朋友们说一下 就这套房子 好 这个单价的话是六千七 然后它总价是六十万 刚才那个呢就是五十三万 就多了七万左右 嗯 单价就是多八百元 是啊 那么同样的都是带精装修送全屋的家资家电 是的 并且的话也是一样送一辆高尔夫车 是 那么聊到这里 那么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这个七万块钱的价格差距究竟在哪里好不好 好 那么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究竟是喜欢八楼的这个低楼层的呢 还是喜欢我们二十九楼的高楼层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好 这一套呢都是因为它这个灯呢还开不了 所以我们就带它看一下它的光线呢 是不错的 刚刚你一副型的话 那个厨房是在左手边 对这边是右边 右手边其实它这道光线呢就比较没什么遮挡 对对对 还有这些细节呢 你看到做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零一户型的那一个厨房的话 它的光线要比这个好一点 是因为呢它这个旁边的话呢 它是有其他流动 所以的话呢它的采光点其实并不多 这个咱们是那个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有很多这个细节的设计 像我们厨房这里 这里呢你看一下做了一个防水槽 那么其实洗菜 以后洗菜啊这些啊上面的水 它就不会流出来 它就不会流出来 并且的话呢它这个设计也是做了一个流动式的这种 可以啊这个 水喉 对就是一些细节性的东西了 洗些东西都可以伸手了 对对对 来我们看一下房间 房间的话这个面积啊这边是一个餐厅 餐厅这边是客厅 来我们来到这个阳台对比一下这个阳台的景观是怎么样子的 哇 开门见山以水为锤你看 哇 这么厉害 风水很好啊你看 那个山呢 明明不绝感啊 绵绵不绝是吗 是啊是啊 而且呢是一山要比一山高这样子是吧 是啊是啊 是寓意的步步高升 没错 所以这个风水也很好 因为这个高楼层呢你看 一点遮动都没望 海景就多很多 对对对 还有左边又有山 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啊 遮挡还是有一点的遮挡 但是呢这个看海的面 有多很多 对就多好多 对啊 这个山就不会像低楼层一样那么压抑 嗯 今天刚好天气比较好啊 对啊对啊 所以望景又美点 对 然后的话这个阳台这里 那我们这个高楼层这个水压啊都是ok的 对 对 对 那我们去看一下房间 是 隔局呢就和015形就一样 只不过对称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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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我也是从最大看起来 是 最大就是这个主人房 是 主人房 这边就是 都是东南朝向 是 这一套都是东南朝向的 嗯 就是早上呢 这里还可以看个日出 看海边 对 嗯 那么这个主人它是可以看得到海的 嗯 这个 所以啊 一分钱一分货 对不对 差几万 其他 其实呢 我觉得都是 没什么差的 因为 毕竟呢 你住个海景房 都是打算住高一点的 嗯 住得高望得远的嘛 是吧 站得高看得远 是啊 对 灯高望远 灯高望远 是 这里就是儿童房 是 对 这个儿童房的话 也是可以看海角 而且我感觉这个 房间看海景的 比这个主卧好像视野还要更好 对 对 因为它的绿地窗 会比较 有个转弯角 嗯 那真的是这个设计 就是把好的东西都给到自己的小孩 是啊 但如果没有小孩的话 这里其实做一个书房 买个茶几在这里 喝茶 跟三五个朋友坐在这里 打麻将其实也是可以的 是啊 最后这里呢 就是那个阳光房 都是一样的 都送了一半面积的 对 这一半面积都是送迷的 嗯 这里自己封起身 它现在就帮你封了窗的了 你要做书房啊 客房 都是没问题 对对对 我开关全部都是有迷 是啊 其实它是乌乌 都每个旁间都可以看海景 对啊对啊 第一个楼层高 第二个这个景观不一样 所以说有优势的 对 这个价格差 七万块钱的价格差就是在这里 对 那么洗手间的话呢 都是一样的 都是在这里 洗手间全部都是一样的 跟刚才那一套 位置都不会说很小 对对对 出来就有一个洗手盔 嗯 嗯 孟杰 那么这两套对比看完之后的话呢 嗯 如果给你选的话呢 你会怎么选 我当然是喜欢高的啊 是吧 不过呢 都是看自己的 因为有些人都不一定要住得高 嗯 他觉得是自己都是住在这里 住在这里 海景房 一六楼呢 就可以看了这些海景的了 所以都没什么所谓啊 主要是看自己咯 是吧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呢 就一定是这个勤俭持家 哇 非常好的这个 哎呀 闲内住啊 嗯 那么 孟杰说的也是啊 嗯 那么其实呢 在维港岸这边呢 大致买房的话呢 分两类 一种呢 就是奔着他这个 呃 配套啊 以及他的交通 以及你看又有山又有海的这个海景 来到这里选择这里 对吧 嗯 那么从这个小区下面呢 门口这里有沙滩 对吧 度假啊 在这里长期居住啊 养老啊 都是非常合适的 那么有的人呢 目的很明确 我来我就冲着这里海景来的 那么当然呢 海景越漂亮的话呢 这个价格也是相应的 会越来越贵 还有一类呢 就是精打细算的这一类的 他就是说 呃 我楼层不需要那么高 嗯 我就是呢 买这样一个环境 嗯 以及的话呢 在这里居住的舒适 是 以及呢 我回回香港啊 去深圳啊 交通比较方便 是 那么我买低一点的楼层 虽然看不到海 但我想看海的时候呢 我随时 我可能开个高尔夫车 我我下到楼下就是沙滩 就是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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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说我自己 啊 居住的楼层低一点的话 你也是可以看到到园林的这些景观 对不对 就是这一类的就是比较讲究性价比的 是 这个呢就是 见仁见智 对吧 嗯 嗯 那么今天的话呢 啊 01户型和02户型 高低楼层的话呢 这个怎么选择呢 各位就见仁见智 嗯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小区啊 也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联系我们啊 这边左上角的这个二维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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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话呢 有一个 一对一的这个看房啊 这个免费接送啊 不输任何的这个团购费用 是 并且的话呢 我们后期的话呢 还有免费的这个收入服务啊 包括的话呢 就是你们居住在这里呢 后期一些带书快递啊等等啊 这些服务 可以帮手的 对我们都可以帮手 因为说实在 我们在维港湾这边的话呢 我们服务的那么多客户 就是都经常跟我们熟了 经常都会在我们 在我们的门店这里去喝喝茶聊聊天 或者晚上的一起聚一下会 在我们门店这里来搞一下烧烤对吧 他们经常会在香港上班 偶尔回来一下 有一些快递什么的话呢 都是放在我们公司那里 所以我们公司呢 也变相成为了一个这个快递的这一个 驿站 驿站 对对对 所以原来那些老业主呢 他们回到这边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开一个高尔夫车 去到我们公司那里去看一下 我们都整理好的 随随的 哇全部整理好了 全部搬上车 就好像收货一样的这种喜悦 对所以的话呢 就是 喜欢心动的话呢 就过来看 对吧 该出手时就出手 正好呢 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行情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吧 嗯 那么我们说了那么多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直接联系到我 或者购房有任何的问题呢 也可以后台直接私信联系到我们 OK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维港湾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OK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来一个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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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